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何欣泰 古人大學日文系的何欣泰 今天要跟各位同學講解的是 ChapGPT和日語文章的修改 那他可以幫我們外國人的日語文章修改 到比較正確的日文 然後這邊的功能其實還蠻實用的 所以在第二講我們今天就先來介紹這個 好,我們往下看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輸入適當的指令 就是先跟他怎麼聊天 然後指定他扮演適合的角色 那在這以前我都是一般會建議同學 如果你英文還不錯的話 那你輸入指令就用英文會比較好 通常就用act as act然後空一個 as 什麼什麼什麼的話 因為對於ChapGPT才講 他的英文應該還是算是最強的 以說他能夠處理的語言來說的話 那日語跟中文其實還不錯了 還蠻實用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試著用比較簡單的 用中文來輸入適當的指令好了 比如說,這個還是我,同學應該知道 那我們先輸入這個 這樣子來輸入好了 這是簡單的輸入指 這種指令 你是一位日語修盛者 就是叫ChapGPT扮演日語修盛者的這個角色 請遵守以下規則 然後規則你當然可以定很多 我們先簡單用兩個就好 用日語來修改我輸入的文章 然後這裡我其實有一個伏筆 我輸入的文章不一定就是日文而已 可以是中文,可以是英文,可以是韓文 什麼什麼都可以 但是呢,請你最後修改的結果 是用日語來呈現的意思 然後當然我們希望 你要維持同樣的意思 不要把我全部都改掉 我是男的,你把我改成 以後我是女的,這當然是不行 然後可以的話呢,使用較優雅的詞彙 這個同學當然可以自己做一些適當的調整 然後呢,改善 把文章改善,改好成文法正確 對,這是我們希望的喔 尤其我們在寫 外國人在學習日文的時候呢 希望可以寫文法正確 而且呢,流利的日文 這也是TripGPT現在能夠處理的程度啦 好,那我是這樣的輸入以後呢 然後TripGPT就這樣子來回答了 はい,了解しました 以下に修正版を示します 他這裡是 就是 舉例了啦 然後舉例就把我這些 直接翻成日文 這個可以不用理他 但是他知道就好了 我們往下看 其實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輸入 我們要請他修改的日文喔 好,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版本喔 其實他每一次的回答都可能會不一樣 比如說 另外 我把它全部清掉 清空以後呢 再問 再給他這樣同樣的指令喔 然後再輸入一次 但他回答就變不一樣了 這個同學不用理他 因為這種指令我輸入 我使用過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然後 他會先這樣的回答 然後接下來 就我們可以輸入 我們要請他改的文章喔 好 那比如說呢 好 一樣 就是我自己先 寫一個 比錯誤蠻多的 那個 日文喔 來看一下 這個錯誤的日文 其實最好是不要念喔 不然 語言 那本質是聲音喔 你念了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喔 其實這個 夢最好後面要接一個 就是 是什麼 事情 我的夢想是什麼 但是有時候外國人 會直接這樣來寫啦 然後呢 為了要成為職業的選手呢 每天都能 努力的練習 然後呢 我知道 必須要愛 這個棒球 然後呢 才能 才有辦法變得很厲害喔 然後從三歲我就開始練習了 一肌肉 聽說也是這樣子喔 我有稍微 剛剛有稍微看了一下 一肌肉 小學六年級寫了日文喔 好呢 然後呢 希望像大苦祥品那樣子 是二打六的選手 然後呢 像這樣子來投球 日文 他們投球啊 就每一球啊 都把靈魂給灌注進去的 每一球 每一球 都很重要喔 不能隨便浪費一顆球啊 不然對方 啪 那一顆球就讓他打了 全得打 那不得了啊 等一下 跑回來失分怎麼辦 然後呢 也希望是 那個 非常厲害的打者喔 這裡 故意用了比較難的詞為 天下無雙喔 沒有人說我是對手了 然後呢 像大谷香平那樣子 活躍於大聯盟啦 然後呢 也希望賺很多錢 然後過好過了生活 過有意義的 這個棒球人生 大概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裡面的日文其實錯誤百出 亂七八糟喔 是故意弄成這樣子的 同學不要學 好這樣子的文章呢 然後我們剛剛給他一個 指令喔 就請他修改比較好 成正確 文法正確 的日文的文章 然後用比較優雅的詞彙 好他就改囉 我的夢是 野球選手 OK耶 為了那樣子 每天呢 就很熱心的在練習 然後 然後我覺得 愛這個 棒球是必要的喔 然後從三歲開始 開始練習了 將來 希望活躍 像二刀流的選手 這樣子喔 然後呢 喔 他寫得OK耶 就是有 流利的日文耶 他把我這一些整個的連成一句喔 因為一般的日文是這樣子 OK耶 就是一般流利的日文 然後文法 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問題喔 所以這個 日文的作文啊 其實可以透過 GPT達到一般的程度喔 哪怕你 你 出進去的日文是亂 就是錯誤擺出的喔 但是他還可以抓到 我們大概要表現是什麼 這個 其實算是 億次元的一個跳躍 我在這邊 對 TRAPGPT先盡一下理由 那同學可以把自己的寫的日文文章啊 像這樣子丟進去喔 然後給他適當指令 他就可以變成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一般人 因為他是用很大的數據喔 然後經過深度學習 然後出來的日文會是這樣子 但是這裡其實他提醒同學 就是一般性的日文啊 等一下我們還會舉一些例子 來讓同學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語言是約定俗成的嘛 然後大概最後幾月下來的結果 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可以用的喔 當然作文 考試的時候 是不能用這個的喔 因為那還是算犯規 就像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考英文你不能用Google翻譯一樣 但是我們在自我練習 自我學習的時候 這個其實非常有用 或者是應用在一些其他方面喔 那不管是同學現在在學習日文 或者是將來學日文 然後畢業以後出社會 在職場上面 其實這個或多少都可以給一些幫助 那這些日文自己 最後還要再整理一下 我們往下看 好作文修改的時候 實力喔 然後呢 那其實剛剛這裡你可以再 把這個按鈕再按下去喔 它可以重新再回答一次 也就是說剛剛的 那樣的日文 你覺得不太滿意的話 它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喔 啊 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它剛剛這裡 沒有用日比喔 每天 跟一小懸命 你 焦球練習 等等喔 它有一些 類似 但是還是 就換一個方法說 它還是屬於大眾化的日文喔 就這邊 如果版本你不太喜歡的話 像這個按鈕 再按下去一次 它就出現這樣的一個畫面喔 那剛剛的原來的日文 你沒有 然後 複製保存起來 它直接就把你替換掉 這個要注意的地方 往下看 好 那如果我們用 再加一個條件呢 用年輕人的語氣 剛剛寫的就是一般 普通人 然後 自然的日文 就是這個樣子 那不要耶 我要 年輕人嘛 我幹嘛 我沒有年輕人的語氣 你把我 改一下啊 我剛剛寫的那個文章喔 哇 然後它就改成這樣子 やったね 不是不是 這是它的例子喔 我們看一下 我們還是把剛剛 我那個小六的 那個 boku no you made 錯500出的日文 再丟進去喔 它這個只是 舉例啦 舉例這個可以不用理它 好 我們多了一個條件 多一個指令喔 年輕人的方式 然後呢 出現是變成是這個樣子 好 一樣喔 就是我這個再把它弄進去 然後這就變 就是 加上年輕人的語氣喔 僕の夢は プロの選手 野球選手になること 喔 用一個驚嘆號 年輕人 這樣就算幾句 要年輕嗎 だから 毎日もう練習して 喔 是有年輕人的 那種語氣啦 喔 バッティング 喔 嗯 用外來詞喔 是啦 這個同學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喔 然後 ビッチング バッティング 那這裡有做一個平衡喔 喔 算是 OK的日文喔 好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輸入指令其實同學可以多方嘗試喔 那 那 夏目漱石器的勃獎呢 其實這個有點 他 勃獎在用的日文呢 原來的日文是有點稍微尼古的喔 就是有點古語喔 比較硬 那我們看到勃獎的開頭 其實這個非常有名 以前你們在日文新念書的時候 大概前面都會背起來喔 親譽の無手法で 子供の時から損ばかりしている 這個非常有名喔 好 然後呢 他把我們改成 就一般性的日文 意思OK啦 但是整個的 那個文學文章 就被他擺成 改成大眾化的日文喔 意思其實OK 同學給你們 可以定格去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OK喔 意思沒有太大的錯誤 太大的出路 但是吧 夏目漱石器有名的 我講這麼好的文章 改成就是一般大眾化的日文 是這樣子 就這種意思 然後變成這樣子 他把水平拉成大眾化了 好 這只是我們 讓他試看看喔 然後呢 如果是借川農之借 這也非常有名的一篇作品喔 這以前 在 學校的時候 有這樣的課文喔 其實我們都說 因為他的禁語 非常多 他講到 他講到 甚至把這個 都用漢字來表示喔 建設人們世界 ある日のことでございます 大 である です でございます 通常日語 這個樂場喔 尊敬的 那個水平喔 尊敬的意思就會 越高喔 お釋迦様は 極楽の ます池の縁を 一人で ぶらぶら を歩きになって 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他用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喔 ています ていました 好 這個呢 一樣 他還是把它改成 整個的 でございます 變成です 他改成一般的日文喔 然後意思 有抓到 是沒有錯喔 好 我們再往下 看其他例子 那中文的報道呢 如果輸進去的是中文 我們剛剛講 在一開始的指令 我埋下伏筆喔 我沒有說我出入性的 又一定是日文 那 就錯誤擺出的日文 他可以擺成 改成一般 文法正確 一般性的自然的日文 是沒有錯的 那如果是 出的是中文給他呢 對 比如說剛剛 那個 蜘蛛之絲 他改了喔 然後我直接還繼續 就丟給他 自由時報的 今天的報導 隨便在網路就抓了 那個三行的中文喔 是這樣子 他講到 在台北士林啊 然後有一件車禍 紅心女子早上 昨天早上 徒步外出啦 這是記者寫的 其實記者寫的 這種報導的 中文算不錯了啦 整個的 人事實地屋都抓到了 行進台北士林區 然後呢 他直接還是可以改成 一般 性的 日文 就直接 我們丟中文給他 他也是可以這樣再改喔 這 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我看一下意思 OK啦 他有抓到了 然後沒有太大的錯誤喔 好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一開始的指令 其實我覺得還蠻通用的 然後呢 如果讓他來改我們的中文喔 我把剛剛那個日文改成中文喔 你是中文修恩者者 然後呢 用中文修改我書的 像清他一樣喔 然後呢 用中文修改我書的 像清他一樣喔 清他是一樣 就是中文修中文啦 不是 就是 輸進去的 不管是什麼樣的語言 都把我修成 就是一般性的中文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不用理他 他就是會這樣子來做 目前知識截止日期 有提 有增加了耶 到今天耶 真的還假的 我們往下看 好 我們把剛剛那一篇的新聞 也一樣丟進去好 中心女子 然後他改 就是中文 蓋成一般性的中文 中心女子 昨天早上徒步外出 行進台北市市林區 一處路口 時 他走在行人 穿越道上 準備穿越馬路 然後呢 改成這樣 昨天早上 一位姓鴻的女子 递步外出 讓她走進台北市 市林區一個路口 打算穿越馬路時 然後不信 改成一般性的中文了啦 比較不像那種新聞報道的一期 其實記者原來寫的已經非常好 這是一般大眾化的 像故事性的那個中文喔 好 所以修正後 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那我如果把紅龍夢的好聊歌 給輸入進去 那這裡為什麼要做這個嘗試呢 希望他能 我想測試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知道好聊歌 他說的意思喔 裡面寫的意思 然後當然他改成比較普遍性的中文了啦 那我們看一下喔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項在何方 荒種一對草莫了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只有經營忘不了 中招只恨俱無多 及到多事言必了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只有郊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喔這個有男女其事這樣子 批判那個女孩子是不對的喔 當然他有時代背景呢 我們就不批 不批評那個作者曹雪琴喔 他其實寫得非常非常的好 世人都小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世人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 誰見了 哇 孝順一下吧 好 他改成 古天下人都知道神仙好 只有功名是忘不了的 古今將項 他們在哪裡呢 他們早已荒廢的墳墓上長滿了草 喔意思有抓到耶 只是 沒有像原來的 他整個的字 還有 字 還有 一雲啊 有對喔 但是意思抓到 也就是說把它一般化了喔 那其他就自己看喔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那 如果加上一些個性化條件呢 夏木素食的文風 我在說什麼呢 對 剛剛的條件 比如說修改日文 然後呢 再加一個條件 用夏木素食的文風 個性化條件 我就舉這個例子喔 然後呢 他就擺成 模仿夏木素食寫作的那種文集喔 然後來修改我的日文 能夠改成什麼樣子呢 這個先不要看喔 那個成考耶 我直接丟進去日文 讓他去改喔 好 一樣 我讓錯誤擺出亂七八糟小六 寫的作文 好 他就擺成這樣子 其實這一邊 我們不太能夠看出來 夏木素食的文風 有怎麼樣耶 比較文言一點啦 Hippie 但是剛剛這裡也有Hippie喔 Mineach 這邊比較不能夠看得出來喔 因為抓不到 那我們再看別的例子好了 什麼是夏木素食的文風 什麼是夏木素食的文風 好 如果把夏木素食自己寫的文章丟進去呢 然後這樣再模仿文風丟出來 剛剛我們有看他 已經有一個出來的結果 是一般的日文喔 但是呢 這裡改成夏木素食的文風 喔 沒有錯耶 夏木素食原來用 Oia Yuziri no Mutepode 他這個都沒有錯耶 都還是夏木素食的潛詞用字喔 但是是不是真正的文風這個還可以再思考 但是 詞彙上面有抓到耶 然後也比較文言是事實 其實這裡我是希望 Trippie 能夠告訴我 你丟進來本來就是夏木素食的作品了 什麼還叫我利用他的文風再改一下 他原來已經就是 原原本本就是夏木素食的東西了喔 然後怎麼還要再改成什麼呢 但是他沒有這麼來說啦 反正他就 因為我下達他什麼指令他就怎麼來做 他是模仿夏木素食的文風再重寫一次吧 然後比較平易近人一些 但是OK啦 這邊其實算通過 然後改成比較容易懂的 這個參考 我想那個 程式語言 程式不會犯錯啦 會犯錯日人喔 就看我們人怎麼輸入 去寫這樣的 這些程式 然後呢 輸入什麼樣的指令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那如果夏木素食 能幫我現在在舉什麼例子呢 對 如果是借串農之界的作品呢 喔 他就改成是這樣子 這個 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 我們大概有 就只有這些文字 那也無法就真的抓出來喔 但是應該會越來越結晶 越來越進步吧 好 如果是中文呢 中文再加上這個條件 用夏木素食的文風 這裡其實我是在做嘗試啊 有點調皮搗蛋喔 因為夏木素食應該 就我所知沒有寫過中文的作品喔 他有寫過漢詩 但是 不是用中文來寫錯的喔 好 然後他就回答了喔 尊敬的使用者您好 在下乃 雀等 這個用的比較文言 他可能覺得這樣就是夏木素食的文風吧 為您修正文章 以符合夏木素食的文風 望得到您的寬恕 寬恕什麼呢 你犯錯了嗎 尊敬的大德您好 好像我是捐款的喔 寺廟的捐款之主 陳等 咦 怎麼會是陳呢 修飾文章 好吧 這比較文言啊 應該不是比較笑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喔 這跟缺了就比起聊天喔 將意為此原意之際 雜意 優美此早 使之文法正確流暢 術乎與夏木素食風格相仿 近期海涵 喔 來 實際的試看看吧 看一下夏木素食寫出來的中文 她的文風寫出來的中文 好 那一篇 我們的新聞報導 它改成什麼呢 卓晨 有一位鴻姓女子步行外處 經過台北市市林區 抹路口時 該女子行經 人行穿越道 欲橫穿馬路 橫穿不亦間 儘管 然而 所性 喔 未曾 比較文言一些是事實 應該說比較有文藝 的淺詞用 文藝氣質的淺詞用字 但是無法判斷 因為夏木素食 應該沒有這樣的中文作品 好 可以玩看看 就是更新化條件 好 我們再往下看 最後 今天的這一個講解呢 今天的 今天的 影片 我們要做一個小結 最後還是誇獎一下 我確實已經 已經 進不到這樣的一個 地步 我們誇獎一下 然後就 整個我就重新來 就說 哎呀你日語真好 其實在第一人稱肯定句的時候呢 日文啊 是一般第一人稱叫省月 第二人稱呢 一樣啊 啊 可以的話呢 包括疑問句也一樣啊 第二人稱 好像 對方的姓氏 然後加賞或直稱 這樣比較禮貌 比如說 那你日本語很棒 通常不會用 啊 啊 啊 是真的不認識哦 那啊 啊 另外有一個 意思哦 男對女的話 有時候是親愛的意思 婚女對男 那可能會錯誤 通常不會用加一個啊 我故意這樣子來問他 但是他也不介意哦 其實所謂的不介意 我要說的是 他並不會指出 我們將用的日文 不是那麼自然 文法上 可能不算錯誤 但是不自然 我們一般在語言學上面 你會打問號 就不自然 第二人稱 就肯定去哦 但是 他這裡還無法直接來指證 我們的錯誤 不過他知道我們的意思哦 OK 你自己真好 我再誇獎缺人GPT 我們還是最後誇獎一下嘛 再離開哦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打氣話 然後學習很多日文 然後盡他可能 沒有錯 就正確跟自然的日本 日文文章 這是也是我們需要的 這也是現在學習日文的同學 你們需要的 可能自己寫的日文 文章可能有很多文法錯誤 然後不是很自然 一般日本人不會這樣子來表現的 但是 他可以把我們修改成為正確跟自然的字語文章 這個地步他已經達到了 而且可以實用了 然後呢 什麼問題可以問我 問他了 這個不用管他 其實重點在這裡 所以呢 今天這個第二講的影片 主要是講 缺LGBT 還有 應用在修改日本 日文的文章上面 好 以前 以上 是這段影片的內容 那各位 珍重 Good day and good luck 大家好 我是小和 再見 謝謝 謝謝